英国王室的哈里王子曾经在《回忆录》备胎中描述,因为妻子梅根,马克尔太优秀,太受欢迎,除了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几乎整个英王室都在嫉妒她。 哈里表示,查尔斯三是因为担心梅根太夺目,甚至曾试图阻止她进入王室。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据悉,在前美国女演员嫁入王室之前,彼时的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曾试探过小儿子,婚后梅根是否会继续工作,并表示王室没有多余的钱来供养梅根。 在哈里看来,查尔斯此举就是不想让光彩夺目的梅根嫁入王室,以免抢了她和妻子,彼时的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的风头。 Netflix纪录片《哈里·梅根》中,哈里表示,因为梅根太受欢迎,所以哥哥和嫂子威廉王子和凯特,米德尔顿都非常嫉妒她,不想让她嫁入王室。 而梅根嫁入王室后,因为太光彩照人,更是让同样嫁入王室的凯特王妃感到非常不安。 哈里专门提到了她和梅根访问澳大利亚时的情况。 哈里表示,在澳大利亚期间,她和梅根的人气达到了顶峰,这让比他们高级的王室成员们非常不安。 因此,随之而来的关于她与梅根的不利报道让他们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暗示极度他们的王室成员在作梗。 而在同年的另一次王室年度活动上,因为梅根的过度出彩,第二天关于她的报道覆盖了其他所有的王室成员。 当时,哈里和梅根就觉得坏菜了,这次风头抢得过猛。 哈里表示,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再一次应验了。 那次活动后,关于哈里梅根与威廉·凯特不合,与查尔斯不睦的消息更是如雪片般袭来,而他们在王室就更不受待见了。 这一切都是梅根太出彩,招人嫉妒的结果。 在为回忆录做宣发时,哈里在某采访中告诉主持人,他们,威廉和凯特,从来不希望我和这样一个人交往。 你知道的,梅根,她有很成功的事业,总之,在哈里看来,她和梅根的一切不幸都来源于他们人气太高,太受欢迎。 近日,一段梅根在某采访中的可笑言论无意被扒了出来。 去年八月份,这位前王室成员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提到了自己每天送儿子阿琪上学的事情。 当时,梅根表示,在加州,她只要时间允许,就会接送儿子上下学。 而在英国,出于安全考虑,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日前在接受纽约杂志The Cut采访时,记者艾利森,P.戴维斯透露,在我与梅根之前的谈话里,我们谈到了她要在这里,加州,追求的生活目标。 她曾说过,如果阿琪在UK上学,她就没办法每天接送她上下学。 因为在那里,如果她这样做了,至少要面对着40个记者的镜头。 梅根告诉艾利森,很抱歉,我对要面对那样的危险情况很有意见。 这并不意味着我对隐私很在意,这是我为了保护我的孩子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也是成为坚强和优秀的父母必须要做的事情。 梅根的这一番旧话一被报道,再次遭到了群嘲。 有网友表示,这是得多自恋,才能说出这番话。 凯特可从来不这么说话。 还有网友讽刺地挖苦道,坚强优秀的父母难道就是把自己的孩子藏起来, 不让其见光阿琪和莉莉贝特确实被哈里和梅根藏得很好。 但随着哈里梅根的人气下跌,人们对阿琪和莉莉贝特的兴趣也跌到了谷底。 事实上,几乎有孩子的所有名人都可能会遇到类似被偷拍或要求拍照的状况, 但像梅根这么说话的还真是头一份。 这里不说更远的,但来说说他最不喜欢的轴里凯特。 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是一对出了名的亲力亲为的父母, 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更是几乎从不假他人之手, 除非极特殊的情况,比如外访或工作实在抽不出身。 威尔士加的一位朋友透露,凯特王妃坚持一切以家庭为先, 这决定了他和威廉王子的一切行为,甚至是他们所有的工作安排。 即使在忙,他们也会确保有一个人能调整时间接送孩子上下学。 先不说,凯特从来都没炫耀过自己人气多高,多受欢迎, 尽管她现在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王妃。 据外媒报道,其受欢迎程度在两年前就超过了她的婆婆戴安娜王妃。 更不可能的是,凯特也绝不会无脑地说, 每天接送孩子会担心有至少40个记者等着拍摄她和他们家的三小只吧。 而在处理媒体关系这一块,威廉和凯特做得非常好。 威尔士夫妇与媒体达成协议,除了出席王室活动时, 在适时的时机,比如孩子们的生日或家里重要的纪念日时, 他们会主动发布孩子们的照片。 威廉·凯特之所以这么做力求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孩子们的隐私, 但因为三小只的身份使然,也必须让他们有适度地曝光。 在这一点上,媒体事实上很理解他们。 并给予了很高度的配合。 这里再加一句题外话,那位叫艾利森的记者的话还没有结束, 她还透露了梅根现在接儿子的情景。 艾利森说,最近,梅根去接阿琪放学的时候, 两位等在学校门口的蒙特西托妈妈看到他们, 只是停下来看了一眼,然后继续聊起天。 好吧,无人问津是梅根和哈里千辛万苦求来的。 此外,有消息称,哈里王子和梅根正计划搬离他们专属的蒙特西托社区, 有报道称他们可能前往圣巴巴拉的郊区购买房产。 据信梅根,马克尔和哈里王子正计划搬到一个新的私人社区, 但这一消息似乎激怒了当地人。 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三年前退出王室后, 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蒙特西托。 有消息称,他们现在正在圣巴巴拉的私人郊区希望牧场寻找新家, 在这里购买一套房产。 虽然这对夫妇希望能受到潜在新邻居的欢迎, 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希望牧场的一位房地产经纪人表示, 他们的办公室接到了来自忧心忡忡的居民的电话, 他们担心梅根和哈里会扰乱他们安静社区的和平。 他们说,尽管该社区承诺对当地人进行隔离, 但居民们还是担心这对夫妇会带着庞大的安保团队。 这位要求匿名的房地产经纪人说, 给我打电话的人们不想要改变,也不想要喧嚣。 人们不高兴,这就是镇上的人们的说法。 另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补充道, 他们希望哈里梅根留在蒙特西托, 而不是让希望牧场受到那样的关注。 他们还表示,当地人担心梅根和哈里会把他们的社区变成蒙特西托的延伸。 2020年,苏塞克斯夫妇以1460万美元, 1180万英镑的价格购买了他们现在的位于蒙特西托的豪宅。 梅根表示,他的家让他感到自由, 并补充说住在这栋豪华房产中是平静和治愈的。 在接受采访时,41岁的梅根滔滔不绝地谈论了他18000平方英尺的家, 他和38岁的哈里以及他们的孩子阿琪, 3岁和莉莉贝特,1岁住在那里。 该物业拥有9间卧室和16间浴室, 以及一个网球场、茶馆和两卧室客房。 坦白来说,就是当地民众担心这对前皇室夫妇会扰乱他们的安宁, 因为他们会引进一大批安保人员、工作人员、摄影师和看客。 希望牧场主们珍惜他们的平静绿洲, 这片绿洲似乎即将被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夫妇的名人影响力所破坏。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